在之前社交媒體上大家公佈了這件事 你們將會合作 在接下來九月會有這套極地迷情 楊修留了四個字多多指教 秋生哥回了十一個字 頭六個字是家常免範 你一定要努力 我以為頭六個字五個字可以說 不是說吧 頭六個字就是你一定要努力 我現在很少說一些不能出街的東西 但是後面那五個字真是奇怪 就變成一個壓力 就是前面一個鼓勵 你一定要努力 就是鼓勵 後面那五個字就是一定要成功 我當然要喝醉酒 已經在那裡 已經將鼓勵和壓力同一時間 看到這十一個字有什麼感覺 我沒什麼壓力 我還是不會害怕 我想一定要成功 就是一起成功 我是這樣想 一起成功就是 這件事不是只有我 又是淑儀 又是秋生哥 我們一起成功 我想這是一個期望 你低估了一些老人家的無恥度 一圈圈主持 阮兆祥 天恩 總有一圈圈中你 這次同一部劇再演過 這次拍檔換成游學修 游學修會不會想找回2012年那次的演繹是怎樣 會不會想參考回2012年那次的演繹是怎樣 我沒有 故意避開的照片 他們又沒有提供 你需要不去看看 他們沒有提供 我也相信是不需要的 還有周生哥說了很多次 你不是拍攝影機的 尤其是這次的演繹是重新翻譯 然後很多我聽回來 整件事都不同了 所以其實你參考上一次 可能意義不大 在之前社交媒體上 大家公佈了這件事 你倆將會合作 在接下來九月會有這套極地迷情 游學修留了四個字多多指教 秋生哥回了十一個字 頭六個字是家常便飯 你一定要努力 我以為頭六個字是五個字 你一定要努力 不是說的 頭六個字就是你一定要努力 我現在很少說一些不能外出的東西 但後面那五個字真是奇怪 就變成一個壓力 前面有一個鼓勵 你一定要努力 就是鼓勵 後面那五個字就是一定要成功 我當然要喝醉了 已經把鼓勵和壓力同一時間 看到這十一個字有什麼感覺 游學生 我沒什麼壓力 我還是不會害怕 我想一定要成功 就是一起成功 我是這麼想的 一起成功就是 這件事不是只有我的 你低估了一些老人家的無恥度 你這樣說熟兒就是不對 我跟他雖然不可以分享靈魂 但我已經跟他分享病毒 上一次那個2A那個 我已經很熟悉了 我已經分享了一些很內在的東西 非常有趣 純粹是看我的 成功是 你加油吧 李成功就好了 我們也希望年輕人可以 行張咒木 這次的極地迷情 劇本就是改編自一個 法國的劇作家 史密特 1996年 同名是劇作 愛情劇來的 是嗎 愛情願意 願意 非常之願意 秋心哥就是飾演諾貝爾 文學獎的作家 白克先生 黎絲這個記者 就由余修飾演 暫時大家 不如大家各自說一下 對於這個角色的看法 其實同一個角色10年前會不會有不同 還是差很遠 上一個白克先生 更加接近 他那種黑人憎的程度 你覺得這個角色黑人憎的 非常黑人憎 我的口衰得不得了 每一件事 但是疾人的時候 技術是很高超的 他本身是作家 所以他對於文詩的美麗很漂亮 所以戲裡戲外真的很微妙 都叫你不要穿黑色衣服 入戲太深 我們相處很微妙 戲裡面也是這樣的 一開始就 直到真的走了 不做了 我訪問是吧 但是後來慢慢會揭露 知道他又不太知道這個 泥絲其實是什麼人 他不知道的 因為戲裡戲外很微妙 就是他 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人 因為我們不可以穿那條橋 又不想這麼快穿那條橋 是呀 總之就是微妙的關係 是呀 愛情有關 微妙裡面就 好玩 現在開始什麼狀態 正在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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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開位的時間 陳淑儀導演有什麼要求 這次看到他有什麼 我跟他及作真的很舒服 真的 真的舒服到很有 人家經常問了一些老土的問題 有什麼默契 有什麼火花 我跟他真的很有默契 就是因為很多事情 大家的思路都很相近 可能是吧 是不是這麼長一年多 或者審美也是很緊 大家這麼長一年多 思對方喜歡什麼 大家都在選一些花梨木 或者什麼 每一年游一浸 花梨木 都選木座 你又花梨木 暫時跟你一起去工作的時間 那是怎樣 年輕人就是不知道 你知道我說什麼嗎 我是不是說那些 釘 什麼釘 棺材 棺材那些木材 沒錯沒錯沒錯 收到了 剛剛收到了 我不知道他收到 收到收到 繼續下去 是是是 說到游學修怎樣 現在暫時的進度 我我我 游學修不是你嗎 不是他在問你覺得我 是啊 我以為你問了什麼游學修 游學修的進度怎樣 是啊 他的進度 他的進度 就和我的進度一樣 哈哈哈哈 應該是很良好 很良好 想不到這麼好 是啊 有起出望外人 是啊 反應又快 理解力又強 又不固執 但是他又會去思考 他又不是說 真的聽你講 好像機械人那樣 你叫他走這裏 他走這裏 他又不是這樣 但是他又會試著去做了 然後他又會有些反應 會告訴你 我這樣想 或者我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是 這次第一次和秋生哥對戲 有什麼感覺 我也有想過 就是 我很怕 會不會 糟糕 會不會完全沒有自己 會不會 我是沒有說 這樣說 一開始的時候 我有這個擔心 但是後來 譬如 淑儀老師和秋生哥 一定會有很多事情 說給我聽 但是我是很舒服地接受到的 因為我覺得對 我覺得對 他每次提出一些事情 說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都會想 然後覺得 明白了 而不是一些 你要我這樣 好吧好吧 做給你了 這個位置 要這樣說 心裡不舒服的沒有這些 因為如果我心裡不舒服 其實我一定不會忍到的 但是現在的交流上 或者整個排戲過程上 我是一直在待東西落袋 那整套都是以你兩個為主的一套劇 一路打到尾的時候 你覺得這套劇在排戲也好 在你看劇本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一些困難的地方 覺得這些難搞 其實困難是整個戲 它是整個戲那種 我們要不斷在對白上再問 再問他在說什麼 這句話其實是否就是這樣 他好像只是這樣說 但其實他背後究竟是 那個狀態是什麼 他在問什麼 他在說什麼 他在想什麼 我們都要在對白上 對呀 就是這樣 我剛剛開車過來的時候 我才在想那兩句 到最後就是一個協議 然後就重複說一句協議 那句意思 重複一個協議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我剛剛開車過來我才在想這一句 那你同樣一句說話 是一個協議 是一個協議 這樣 你可以很多理解 是 所以 每一句對白都想到極致 刁鑽到最好 它是什麼意思呢 那個隱藏著的含意 那個subtext 究竟是什麼 下面那一陣究竟是什麼 就是等於 如果說你很帥 究竟你真是讚賺我帥 因為你正在諷刺我 不如你見到一個矮仔 你真的高 這樣就一樣 字面上 你真的高 但其實是在諷刺 正在笑他 內心裡面可能是 用了一百個字的形容 但到最後 都是說那幾個字 究竟他後面 你究竟怎麼說呢 那句話應該怎麼說出來 究竟含意是什麼東西 是很不同的 所以做舞台劇最棒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在這個前期的時間 大家怎麼去磨 怎麼去剃個角色 裡面的對白是怎麼去的 好玩的 黃秋生和尤鶴修 大家看到這兩個cast的時間 應該是挺有火花的 這件事情 又來火花了 一定 第一次 第一次一定有火花 第一次一定有火花 因為你要拚 我其實真的都不知道 什麼叫火花 我經常覺得是那些 就是排戲的時候 叫大膠這些叫火花 不是 什麼叫火 我真的不明白 兩個第一次合作的人 拍在一起找到一些新的東西 拆出愛情 以前用這種方法演的 但是拍到游鶴修 這次可以用到另一種方法 或者有些新的東西 即是拚出來 或者新的合作方式 都不奇怪 我覺得是 大家過招 過招就是兩把劍 聊聊聊 拚拚 拚拚 不是拚拚 拚拚拚 不是拚拚嗎 我的經歷裡面 經歷了這麼多的演員 我從來都沒有拚過劍 是嗎 是呀 我都看到 都不出竅 把劍一直都放著 不是 就算出到外面 像荷里活 那些 演員 很厲害 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 差不多 去到英國 那些 突然間 TVB演技 突然間會出現這樣的東西 會 會有的吧 就是比較行 不是說TVB沒有好東西 只不過因為 日做夜做 很難 通常都會出行貨 就是突然做個麗湯出來 對 你說去到那些 那麼紅 在別處 那又是這樣 不過呢 我們先說這套的《原著極地迷情》 最初初版是阿倫迪龍和Francis Huster 一定悶到嘔 為什麼呢 一定悶到嘔 阿倫迪龍哪會演戲 他不用演戲 他擺姿勢已經很有型 只坐在那裡 看著觀眾兩個小時 就已經拍手 就拉幕關門 你行不到那麼多的東西 你會不會到時容易招架 我怎麼會是阿倫迪龍 我是阿倫和迪龍兩個加起來 我連迪龍都不是 神氣劇場就十周年了 當然這一套的《極地迷情》 就是其中一個project 今年就是慶祝活動之一 還有什麼後續 這一年裡面還有什麼作品會出現 今年做完都年尾 還有什麼作品 還有什麼慶祝活動 例如 有一個本書 秋生回憶 我連六字都不敢寫 初頭是回憶六 為什麼 我說六六好像很厲害 其實我何德何能出本 回憶六 什麼自傳 何德何能我是誰 在我的眼中 那些偉人 或者是在某一個範疇裡面 有一個貢獻 對人類有貢獻 對社會有影響 那些 譬如河東 那當然 寫傳記 這些人才是 李嘉誠 就是一個 演藝界 翹楚 輪到周潤發都沒有輪到我 周潤發就是一個人物 成龍都可以 無論你喜不喜歡 成龍都可以 一個代表人物 絕對代表 當然 功夫片 很多層面都代表 變成我 是什麼 太客氣了 回憶算了 不要錄 不要錄 錄不到 在這一半的秋生回憶裡面 我一開始就看到罪 一看書當然要看罪 我沒有罪 你無罪 無罪就釋放 無罪就釋放 有四位朋友 有劉兆銘 明sir 有何老師 有陳安琪 還有邱禮濤 先講講 今次的秋生回憶就是 你口述 然後找陳雷 因為整件事很急 因為林雷 Joyce說 十年了 要做些什麼 想想 是不是出本書 我出本書 怎麼 我都不懂字 我怎麼寫 剛剛 林雷跟我做了一個訪問 我說 林雷的文筆很好 我是否可以幫忙 叫我口述他筆錄 其實時間很趕 所以花了很多時間 林雷特意在澳洲 從澳洲飛回來 大家搞了幾個星期 講講講講講 我想知道 其實這個口述和筆錄 這件事的過程是怎樣 怎麼進行 約在咖啡店 然後我就開始說 其實每一次在不同的地方 大家坐在一起 我就繼續聊 我有一個地方 每次約在我的工作坊 工作的地方 在那裡坐下 大家說四五個小時 直接到你們開始沒有口述 我要休息一下 我不會的 我口述很多 林雷叫停你了 他寫完之後 我其實都不是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打算一兩年之後 我會根據這個基礎上面 我會自己再豐富他 白姐 有些東西突然想想 那時候漏了 是漏了很多東西 沒錯 漏了很多東西 不過我剛才在看 我只是看到那些照片 相片也很豐富 好豐富 真的 相片很豐富 其實我應該出一本相片集 寫真集 寫真集 把家裡的相片 全部拿出來 出一本 又找水了 沒關係水不水的事 其實大家如果喜歡秋生哥的話 追隨了這麼多年的話 你也想看看有什麼故事 藏在背後 大家都可以看看 我最希望 有些人看完之後 因為對人生 失去信心 失去希望的人 可能有些東西 可以鼓勵得到 即是說理想 我真的沒有這麼厲害 希望可以稍微 如果可以影響到一兩個 有些事情 要決定的時候 好一好 想一想 等一等 有所感就改變 我已經很開心 沒有衝動 勵志 如果沒有這方面 這麼理想主義的東西 就當作笑話看 裡面也有很多笑話 很客氣 抽身回憶 抽身回憶 隨此之外 聽說還有一個 攝影展 這個就是幫我們拍照 Benny 拍了十年 他已經很幫忙 一開始的 因為我是一個好朋友 他又不是計較 收多少錢 或什麼 他又很喜歡攝影 平時他又會拍賽車 已經很專業 已經拍到 幫我們拍的十年 他又說 我想搞一個 神器 在舞台上的攝影展 他今次又會跟另一個 另一個 搞木偽的藝術家 一起合作 去搞一個攝影展 我們又提供一些相片 有時候大家可以回顧這十年神器的作品 還有一些研討會 分享會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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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另外找地方 工作坊 因為我們都沒有時間 因為我們要排戲 只可以搞一些研討會 坐下來聊一下 藝術文化 平時我都不太觸碰這些 所以要找很多朋友幫忙 找很多人幫忙才行 我不會的 這些東西 我真的沒有文化 我怕我講講講講講講講 你不應該說的話 謙虛 我學習到謙虛 開始有些心虛 心虛 一圈圈 和你圈眾生活娛樂大小事 馬上Like Share Comments 再在YouTube按下小鐘 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到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閱雙台節目重溫 訂閱雙台節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